最近有关于电视剧《长相思》的消息一直在疯传,虽然消息很多,不过传来传,去涉及的主人公也就那么奇怪。 一个是杨幂,很早就有消息称,杨幂所在的佳行将会斥剧子拿下《长相思》,佳行的大IP剧很多都会给一解杨幂,所以有不少消息称,杨幂将会主演《长相思》,还有一位被传世女主的是赵丽颖。 赵丽颖和杨幂都是85话中的佼佼者,都被称为收拾女王,尤其是在古装剧上,两人几乎从不失手,要是赵丽颖出演,收拾也会很不错的,消息来来回回,给人的感觉就是两位收拾女王在争剧一样。 不过杨幂赵丽颖争破头的剧,赢家却是这位90后小花,她就是迪丽热巴,热巴也是被传的女主之一。 很多消息称杨幂斥剧子拿下《长相思》,女主之位是留给热巴的,热巴现在正处于上升期,需要更好的资源来扶持,所以嘉行把剧给热巴一点也不奇怪,还有就是虽然剧什么时候开拍不知道,不过赵丽颖自从拍知否之后就宣布长期休整,出于身体原因。 《长相思》恐怕是拍不了的了,《长相思》的男主也有很多个版本,像李一峰,就一直被盛传江慧和赵丽颖主演《长相思》,当时还引得一堆繁瑶CP粉激动呢,在被传的那么多男主中,黄轩的呼声最高,也是最受期待的,黄轩低调有实力,而且文质彬彬的形象,很适合样点古装戏,出演《长相思》男主再适合不过了,黄轩虽然比不上流量小声有热度, 可是盛在口碑好,却年还让木兵记,芳华,《妖猫船》几部戏连番上映,他的演技也是备受肯定的,要是男主真的是黄轩,那收拾真的稳了,热八是九零后顶级流量花,热度自然是不用愁,演技也不拖后退,黄轩则是至宝,他的好演技足以撑起整部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